大家好,我們現在在台北車站大廳進行朗讀的活動 因為今天有很多的活動,聽說外面還有大拜拜 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在這個大廳聚餐 跟朋友一起聊天,歡度週末的一個時光 我們現在就是要進行朗讀的活動 我現在要念的是第五屆移民公文選獎最新的作品集度 我現在就要開始朗讀裡面的作品 現在要朗讀的是短暫,它是緋英俊來自越南 車子轉彎,一路都是曲折的道路 兩個大鬍子男人手握方向盤,盡情談論著死亡彎道 終於陣陣地拍打在車廂上 游如鐵棍敲擊著門,拳偶出來,汗也流盡 阿雲覺得輕飄飄被摧殘的身軀 阿雲已不稀罕逃跑這件事,就讓人生隨著車輪轉動 走往上坡再往下坡,陌生的地方隨處都是家 阿雲帶著這個身軀出國工作,然後在這個熱土調入找泥棗 工作不多,阿雲便逃跑,東躲西藏地找其他工作 以為能安穩地當個幫傭 怎麼遇上的勞保專門拉皮條 阿雲讓自己隨波逐流,讓羞辱鑽進身軀 再任人喊架,受往偏鄉之處 車子正往前開著,忽然殺住停靠路邊 其中一人跳出駕駛座,把頭伸進車廂 跌過頭大喊,很臭耶,他們是亂拉還是怎樣的 把他們拖下車,那邊有一條潛溪 山門被拉扯的走著,天氣滿熱,人人喉嚨乾咳 看到水急忙捧住的嘴裡送 阿婷脫下酸臭的襯衫,披在細臭的樹枝上 嘻笑笑地說,要不要偷吃,都是二手的 老大不會怪罪的,二手貨怎麼各個都是這麼揚眼啊 這些賤貨,白白送我全收 阿婷插著嘴,在腦中想著把獵物撥光的模樣 三人被趕移到溪裡 阿雲痛苦地抓住石頭,努力往岸上爬去 阿婷抓住腳來回拉扯,食指刺痛的腳 他扯溺了,他就抓住頭髮,將阿雲壓到水裡,讓他向水 天殺的,不如乾脆被殺死 這般折磨,跟龍抹布有啥兩樣 阿雲撞到一個石頭,往阿婷的太陽穴砸去 他們一陣無眩,抱著滿是鮮血的臉 這婊子你敢打我 他撿起一根粗大的木頭,追到阿雲後面,草叢擋路 阿雲踏過都忘了刺痛 雲月亮躲在雲後,忐忑追著劍血的腳印 阿婷掉入捕豬的陷阱裡,心生哀嚎 阿雲不管他,繼續往前跑,漸漸遠離溪流 轉頭只剩夜晚,一片漆黑蔓延 閃電將夜空僻開,可怕的光線落入虛無的黑暗中 映入阿雲眼簾的是一整片狂闊的山坡 一重重茶樹綿延排練 他躲在一棵大樹下,摘茶子吃等著天亮 雲朵飄過山頂猶如裹著一條煙霧般柔軟的頭巾 阿雲餓壞了,趴在撕搭搭的石頭上,口兒臭著醋味跑來 又是狂吠又是枝啞裂嘴,頗為害人 隨後而來的是他的主人 阿寶用棍子輕碰阿雲,輕聲問道 欸,小姐,你是迷路還是怎樣 阿雲安靜躲,安靜躺著用眼神望著他求救 麗豬阿姨送來一碗家常的茶 孔著茶碗,阿雲淚眼盈眶 抓起衣巾擦去弦弦的垃圾 阿寶打開木桶著迷煮飯 點不理阿雲接著問道 你從哪裡來是逃跑的外勞嗎? 阿雲臉色泛綠,脖嫩的肌膚透出清晶 麗豬阿姨彎腰撿起一條魚帶到水井邊 阿雲局處不安以環故事中知悟的說 我是越南人,被騙了,證券都丟了 現在什麼事都可以做 只要有錢寄回家給爸媽還債 你想在這裡採茶嗎? 阿寶指責布滿嫩芽的茶園 雲朵飄過的叢林 就像沐浴在一望無際的藍色裡 阿雲的眼睛亮了起來 頂著說,可以,我可以採 早上採,下午秤,上付錢 阿寶不像一塊帶著欣慰的泥土 一輩子埋首在田裡 就像甕中雨水一般無害 他的眼神也沒有撒謊,欺騙得血濕 阿雲因為上衣被拉扯而不敢取身 阿寶燒著頭,淡淡地說 媽啊給他穿件衣服啦,都被樹枝拉爛了 先拿你的衣服啦,我再撒雨 阿雲有盡快身用帶著綿香細味的上衣 黃緩人潤的雙裝諾倆陷 更濁的雙手擋不住軌距的風 阿寶用新鮮的茶葉煙魚 在土耳水清蒸,遮漾尖遍屁的山區裡 他却能像老饕般公主那条鱼 阿云就像从未吃过鱼一样 他吸鱼的每一根鱼骨鱼头也啃了 连茶渣的不放过 维色又纯能的味道 阿宝以怜悯的眼神静静的看他吃着 他的母亲把钢锅架到炉子上 丢进几把茶叶快炒 阿云握着筷子有杰作的一炒子 看起来相当熟练 毕竹阿姨喝了一口水 眼头表示满意 你很厉害留下来帮工厂采茶吧 晚上你跟我睡 茶叶凉了就装到锅筐里 铺瓶散热 阿宝专心里在削筷子 不知道他跑了去处训 凝结的黑夜重压着眼皮 远处一道闪光打到干枯的树枝上 阿宝的邻居小黑正在烧炭起火 他的脸红通通的满头灰烬 他的母亲污住鼻子指向火堆 香烧就够了 先留着明天再继续回家吧 小黑离开后 阿云把木炭堆到一旁 放入地瓜再扒灰埋住 让阿云的番薯吃到一半 满嘴还黏着灰进食就见到小黑折返 他看见阿云不解的问 你是谁 怎么在这里烤地瓜 我 阿云扔了番薯跑掉 小黑没追 他似乎已习惯陌生人出目 借到阿宝他就着迷出问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满嘴是灰的人跑步这里 谁你在烧炭吗 若是灰鬼献身就有 是人 我确定 阿宝摇头转一旁 走开 他气愤的看看四周 山坡宁静火苗人缓缓燃烧着 鸡鸣 立住阿姨起身后找靴子 找不到便亲身一问 阿宝我的靴子呢怎么不见了 我先拿给阿云突然穿去工作 妈在家里煮饭就好 明天我再去买一双新的 抵达饱满的阳光 扫在油亮的叶片上 一席人齐聚等着抽号码牌 再到相应的茶区 每个人都裹着面罩 戴上手套 穿上靴子 腰间挂有布袋 阿云被虫子爬过 皮肤发痒红肿 阿宝觉得茶叶帮他敷上 减去疼痛感 远处两三名二汉闯进茶圆 出炉的先看每个人的面罩 阿云惊慌里把阿宝的手抓在胸口 阿宝发生了什么事 阿宝感到手臂 在阿云温润的胸前发热 他已年过三十 但这辈子却从未有这样的肌肤接触 他觉得手臂发麻 嘴正挨慰道 哦 他们找人好战不怕 让我来 刚好一个小混混走到面前 嚣张地问 他是谁啊 这是我老婆 他现在怀孕不太舒服 你想看他参白的脸色吗 算了 什么痛过怀孕都生得钥匙 碰到只会倒大吗 绕了几圈 他们找不到 砍烂了一层茶树 坐下马威 小黑还对着空气堵壮 抓到就给老子杀掉 然后袋犹大摆鼻离开 阿云专心查折茶 不知道小黑飘过来 他迟疑一下靠近说 你好 昨天是不是你 阿宝把茶叶放在袋子里 看到小黑曝视一下 鬼勒 这鬼不漂亮吗 小黑不爽 眼睛冒出解释来 宝哥的笑容让他讨厌 在这种乡下的地方 没几个男人有钱娶老婆 他哪来这样一个美人 犹如战士夜路的娇嫩茶包 山泉涌出的清澈之水 等阿宝到阿云里面 一点的地方采茶 他又靠近问 你是哪里人 你不是这里人 我...是... 阿宝的远王亲戚 阿云不假思索的问 的回答 哦...是这样啊 晚上我去小白等你炒地瓜 远房亲戚人 他不以为来的紧接的檳榔 出炉的将檳榔之苦 在一重茶树上 正午 阳光穿透春落的绿树 茶香汉破在风中 香甜气味飘逸广阔的天空 地主阿云送饭来了 阿宝指个带着 我有饭团包子的妈还送饭做什么 我带给阿云 让他吃饱肚子 阿宝大口大口咬着包子 还摘下嫩叶大色彩 景象象及了越南的乡村 空旷的山桌 春茶香在风中飄散 静命的天空 风中传来摇篮曲的歌声 殷勤的五月天 星河如 母亲张罗的美丽百米一般 人生真是讽刺 谁会飘洋过好来这里吃饭团呢 阿云觉得喉咙苦涩 郁闷的感受 萧萧袭来 汹涌的幽静 幽静眼眶泛红 吃饱孩子吃饱休息才有力气 等下再继续工作 别想太多 就留在这里跟我和阿宝一起 趁到多少钱就留着 寄回家让爸妈还再饱 地主阿姨的声音打断了思绪 阿宝的视线一向母亲 满似感激 小黑见三人一起围坐在树荫底下 很饰演 他绝对等着墙 看人一起开心多久 山羞阴玉刮着风的天风下 烟雾呛呛眼 南起的火苗在小黑眼中飘耀 阿云煮着火堆 阿宝小黑又在烧茶 我看我过去那边哦 过去做什么 你要的话我来烧 给你一堆爬到天上去 阿宝收集了一些茶树木台 登记地上窟窿 火一血 干潮失材都努力地燃烧 他把祖先插入我 还留着外叶的玉米 拿到火上烤 山坡随着闪烁的火焰摇晃 夜已经很深 阿云舍不得火堆 一直逗留不可去睡 阿宝充了一壶茶 与他一起喝着 黄色的月光如水 如丝头般滑润湿润 沾染而双唇 阿宝不觉是醉 狮神地望着阿云的河春艳 茶水和露水 缴获了心头珍藏的爱 他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阿云也是 天刚亮 替祖阿姨就准备起来煮饭 小小的屋子热闹得像要半桌 整夜没睡 但精神饱满 阿宝叫妈妈再去睡一会 事情让他和阿云照料就好 替祖阿姨很开心 抓了几只神桌上的香蝙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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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蝠 阿云如果我要娶越南老婆 难不难 阿宝要到越南提亲还要面家 看阿宝哥有没有诚意哦 手续很麻烦 不能马上办完 我以为娶老婆很努力 很想要这么复杂 我等不了了 谁要宝哥的是你自己太多情 阿云回到腼腆里看见 看向他 阿宝闪电般的把 将阿云拉进怀里 双手紧紧抱着 再轻轻推起他的下包 吻上灼热双唇 舌尖交缠的甜蜜蔓延 他的手指沿着背脊滑落 疯狂捕摸温柔软的双风 阿云全身瘫软拱起身体 全身发热 不发育 只有急促的草皮身 沉浸在漫无天际的云烟里 阿云融化于瓶幻中 清澈的胃变异丝丝银 两个生日相互相结合 如飘在海面的两片燕子 时不时辰整个潮原 被欺赏恩爱的日盛 干枯的吸热不再受压抑 不再扭出沸腾热热 天黑阿宝温柔的 牵起阿云的手回家 露出甜蜜的笑容 立足阿云叫小宝来 小声问道 我们家里求 哪有钱娶外婆老婆 我爱阿云 我们相爱我们算好了 阿云暂时留在这里采茶 等分够前了 我先带阿云自首回越南 然后我再去越南 带阿云回来给你 他敲了一下这个没用儿子的头 八字还没一眼 万一现在阿云被抓 麻烦这一大堆了 天气一变 逼住阿云开始投的不停 阿宝到山上帮妈妈采药 一彎上沉远 细长地挂在山顶 阿宝去了一整天未归 阿云一直忐忑不安 月光灑落在门坛 照在破烂的屋檐上 狗在门外狂奋 阿云往外跑 侧中到了小黑 他油油的笑 老公回来了吗 这时候还没回来 应该被老虎叼走了 你想怎样 我想怎样 想要 想要跟我一起烧财队 却那么困 现在我不想烧财 我想把你吃了 吞了解渴 小黑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跟他同行的 还有一个脸上有霸 全身刺青的黏神 阿云被他们拖走 立足阿云努力爬到门口 指着那些兇雄奥杀 混蛋 你们敢碰我媳妇看看 也必他马上抓起桌上的杵 往他背上扔 他转过身来 一把抓住他举了起来 他无法呼吸 在院子里感到无助混乱 阿云拉扯了他的脚囚牢 狗人在门口 狂肺 阿宝把铲子插在地上 狗冲了进来 疯狂失叫 走投无路之下 发脸来热住阿云 凶狠的威胁 你再过来 我刺死这婊子 放开他 不准你碰我老婆 阿宝第一层回应 碰碰的声音 想 子弹离开弹甲 一群人冲过来围住 全村点起人活吧 大家有了记吗 村长老名 还有移民署的人 不开人群 走进来看到警察 小黑和巴掩马上留好 阿云你去非法外劳吗 请你跟我们回去 回去局里 回去局里 你们要遣返他吗 我想 娶他当太太 阿宝以知情笔报 请你一起回局里做主录 带着阿云的车子 往前奔驰 立足阿云 抵着门荒不发育 阿宝喊着阿云的名字 追着车子跑到 闯不过去为止 车过弯道 灯光也不见了 心水笨拙地流动 在甘河河道里 哀叹阔气 枯萎的叶子 孤单地卡在树根旁 云层散了 桥下的影子也散了 整条路蔓延着茶香的雨味 天际遥远 云朵不再飘荡 阿宝不再移动 极寥的屋子 矗立在荒洋山脚下 高高山坡上 能传来风的呼啸声 阿宝牵着阿云走的路 难道只如是光寨 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 是非常的有虚择的 就是它有很多的铺层 然后其实 大家可以隐约的知道 有一个 它应该不会是一个 幸福快乐的故事 因为它其实就是 那一些很美好的幻影 好像就只是在 被锁在的那个茶 茶园那边 但是其实 它的身份的关系 女主角身份的关系 导致 他们还是得面临现实的困境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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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太当然了 毫无 不好意思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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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先介绍自己 然后介绍一下这个 可以啊 可以啊 哎呦 可以 干啥还不是在Indonesia 哎呦 介绍妈妈 介绍谁 各位餐食官好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书摊里面 发现了一本书是 印尼爱国歌曲的歌本 那 因为我们都不会唱这些歌嘛 所以我们就邀请了我们旁边的 几个 移工 姐姐 还是妹妹 是姐姐还是妹妹 小姐们 然后 要教我们唱 一两首印尼的歌曲 哈啰 先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对 印尼文中文都可以 哦 哈啰 大家好 我是Lia 在台湾 一年了 嗯 对 对 印尼哪里人 我是中角娃人 中角娃 对 那你的朋友呢 不要了 都不要了 那你帮他讲 他是家阿佑 他是从西角娃来的 他在这里不到一年 哦 那你会教我吗 对 他会 不会 不要 不要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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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要 害羞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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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唱哪一首歌 要教我们唱哦 好 一起唱吗 一起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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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收得到音吗 好 唱 俺啦 kita bersatu Indonesia bersatu hiduplah tanahku, hiduplah negeriku bangsaku, rakyatku, semuanya bangunlah jiwanya, bangunlah badannya Indonesia Raya Indonesia Raya merdeka merdeka Tanaku negritu yang ku cinta Indonesia Raya merdeka merdeka Hiduplah Indonesia Raya merdeka 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吗 可以 Hiduplah Indonesia Raya Hiduplah Indonesia Raya 这是印尼的爱歌曲 对对对对 在这边有机会唱到这首歌吗 偶啊如果我们国家的生日 我们都会买这首歌 为什么生日 国家生日 对 那你生日的时候会唱吗 不会 这是国家的生日而已 那唱的时候会不会很感动呢 也会 为什么 就很感谢那个 以前的人帮我们 为了国家就是大家那时候啊 但多年 我才做到这个讲 oven 很干燥 我要練習 szczegól ented 可以再读一读读吗 那些读文是寻文的读文 有些读文的读文 有些读文的读文 對呀 我給你把故事 念心靈之家嗎 這個好了 心靈之家 欸 你看中文看得懂 這麼厲害 你差一點嗎 你差一點多 沒有 我也來過了 你來過幾次了 三次 三次了 這一篇 你們要不要幫我們唸這一篇 要唸嗎 要唸嗎 這麼多 你唸一半 你唸一半 我們會給你喝茶 這一個 這樣子啊 這麼多 還是你要唸中文 中文有一次我不太會 那先唸印尼文就好了 我們坐近一點 我們坐近一點 去把包包護好 包包護 有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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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嗎 不是 下禮拜 那你下禮拜有放假嗎? 沒有 一個月放一次喔? 對 那我們很幸運的才遇到你 那要多念 要念這個 好 直接念嗎? 對 念完我會問你對這個有什麼想法 喔 Rumah Jiwa Karya Andri Setiawati Aku ingin terus di sini mengantarkan mereka mendampingi jiwa-jiwa yang kesepian dan lupa arah berpulang agar mereka tak lagi merasa sendiri dan tidak berharga agar mereka tahu harapan yang harus silang dapat mereka temukan lagi menutup mata terakhir mereka di dekat orang-orang yang menyayangi mereka dan aku ingin menjadi salah satunya jika tidak ada lainnya yang mengantarkan mereka berpulang dengan pelukan cinta rumah jiwa Di akhir September 2015 lalu untuk kali pertama aku berkesempatan menginjakkan kaki di negara yang mendapatkan julukan Heart of Asia sebagai seorang caregiver dan perawat tenaga kerja Indonesia di sebuah rumah sakit atau panti gerentik pasien khusus lansia Di 23 tahun lalu aku memutuskan untuk merantau ke belahan dunia yang lain belajar Mandarin bertanggung jawab atas diriku sendiri dan belajar beradaptasi dengan lingkungan yang serba baru selain belajar tentang perawatan medis dan kejiwaan di Tanah Formosa ini aku tidak akan pernah terlupakan adalah saat aku menemukan titik balik kehidupan yang kedua sebuah titik yang membuka jalan pikiran yang terlalu idealis dan hati yang terlalu angkum Masih? Gak apa-apa aku disini kok di atas gedung berlantai depan ini kehidupan baruku dimulai dengan semua keberagaman keberagaman yang sebelumnya belum pernah aku cicipi bahasa yang paling masing-masing bahasa yang masih asing di telinga peralatan medis canggih yang sebelumnya belum pernah aku sentuh karakter individu yang susah ditebak budaya perayaan tahun baru mereka cara berdoa mereka dan masih banyak lagi lainnya di atas gedung berlantai delapan ini pula aku melihat sisi lain dari arti sebuah kehidupan memahami setiap keputusan keputusan yang hadir dalam perjalanan kehidupan mampu membedakan arti senyum dari kesakitan dan kebahagiaan menangkap harapan-harapan terakhir dari orang tua terhadap anak-anaknya di tempatku mengabdi saat ini sebagian besar pasien adalah orang tua yang mengidap penyakit dan membutuhkan perawatan sebagian lagi orang tua yang ditinggalkan disini karena anak-anaknya tidak memiliki waktu untuk mengurus segala kebutuhan harian mereka sisanya terdapat bayi dan anak-anak dengan Down Syndrome remaja dan dewasa yang mengalami gangguan mental atau gangguan kesehatan lainnya aku ditempatkan di pangsal khusus gangguan kesehatan kritis dan jiwa serta pada bayi dan anak-anak dengan Down Syndrome dengan 15 pasien aku sebagai caregiver serta perawat sendiri berada dalam satu bangsal hampir 12 jam dalam sehari 6 hari dalam seminggu dan puluhan bernama bersama mereka membuatku tahu bagaimana mereka keluhan setiap harinya karakter dari masing-masing pasien hal yang paling mereka senangi dan benci bagaimana tekanan pesikis yang mereka alami serta beberapa keinginan terpendam mereka nanek, kakek, paman, bibi, kak waktu sarapan datang ayo bersiap-siap dengan meja makan kalian sekarang suara ku mengudara penuh semangat dan nampak riang di pagi itu sambil sedikit teriak sebenarnya bisa saja aku lebih pelan lagi tapi pasti mereka yang bagian besar adalah orang tua tidak akan mendengarkanku karena sebagian besar mengalami gangguan pendengaran yeay makan-makan anti anti hari ini kita makan apa kata seorang pasien anti, anti aku belum mendapatkan obatku seru pasien lain meme, hari ini aku tidak mau makan aku mau menunggu anakku datang ujar seorang nenek dengan nada malas anti sendokku terjatuh kotor tolong bantu aku cuci sendokku sebagian mereka yang masih bisa bicara tersahutan memanggilku meneriakiku dan meminta bantuanku tentu saja secara bersamaan dan semuanya ingin didahulukan anti meme, ya itu nama panggilanku selama di sini hari ini menunya ikan laur dan sayur hijau nek tuturku lembut kepada nenek iya kakak obatnya setelah ini aku berikan ke kakak ya nenek harus makan ya pelan-pelan nanti sore siapa tahu anak nenek datang kalau tidak makan nanti nenek sakit lagi bujukku pada wanita tuh yang duduk di kursi roda tepat di depan televisi ayo bibik coba ambil sendoknya lalu cuci sendiri hati-hati ke kamar mandi ya rayuku lagi pada yang lain aku membantu menjawab mereka satu persatu menyiapkan makanan dan obat bagi mereka yang masih bisa makan sendiri lalu bergeser ke beberapa pasien yang masih membutuhkan bantuan total termasuk memberikan asupan nutrisi melalui naso gastrol tube atau selang makanan yang dipasang dari hidung juga menyuapi mereka dengan bupur yang sudah diencerkan sesuai mereka sarapan sekitar pukul 11 pagi mereka berlanjut menjalani rutinitas seperti biasanya beberapa pasien pergi untuk terapi kontrol kesehatan berkalar menonton televisi atau sekedar pergi ke timpa tidur mereka aku paham benar mereka sangat pusat berada di dalam sini dengan rutinitas dan aktivitas yang sama orang yang sama hawa dan udara yang hanya diputarkan oleh air kondisional tidak jarang dari mereka yang datang menyambingiku setiap 2 jam sekali dan bertanya anti jam berapa sekarang hanya karena mereka ingin tahu saat ini waktunya pasien tidur siang waktu makan tinggal sebentar lagi pasien harus segera menu obat dan mengikuti jadwal mereka ke rumah sakit rujukan guna melakukan kontrol kesehatan secara berkalar hari ini akhir pekan di minggu keempat biasanya di sore hari banyak keluarga pasien yang berkunjung untuk menengok sanak saudara orang tua atau anak-anak mereka beberapa melungkan waktu seharian penuh untuk menemani aktivitas mereka membantu menyuapi mereka mengupas buah-buahan membawakan makanan kesukaan dan memberi jamu-jamuan tradisional yang diizinkan perawat untuk menjaga stamina mereka memijak kaki dan bunda orang tua mereka mengajaknya bercerita bertelepon dan cucu-cucu mereka rezeki pula buat orang anak rantai seperti ku wah hari ini aku ada kejutan apa ya mereka membawakan aku oleh-oleh lagi Alhamdulillah makan enak lagi batinku sambil cekikikan dan sedikit merasa bersalah karena berharap hal yang demikian benar saja sore datang banyak oleh-oleh menumpuk di meja kerjaku tapi getirnya hariku sore ini membuatku tidak nafsu memandang tumpukan harta harum itu harta karum itu seorang pasien memanggilku rambutnya yang sudah memutih giginya tinggal beberapa saja dan keriput sudah melingkupi seluruh bagian wajahnya yang juga tangannya sebagai pertanda umurnya sudah tidak memasuki lebih dari setengah abad meskipu meski begitu nenek pome masih memiliki ingatan yang tajam dia tidak lupa dengan perjalanan hidupnya hingga tujuh tahun terakhir ketika ia memulai pindah tinggal di gedung berlantai delapan ini sengkok ma nursing home aku mendekatinya dan tengah duduk di atas bed tempat tidur sambil berisak-isak menahan nangis aku mempercepat langkahku dengan panik bukakku dengan laman yang terakhir yang dibayarkan oh oh oke mana yang terakhir saya lupa kita lupa 有在那個老人園 照顧老人 還有小寶寶啊 還有那個小朋友啊 有一個像那個小朋友 他是好像那個就是 你講印尼話沒關係 我幫你翻 有印尼 我幫你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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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資產障礙的小朋友 嗯 所以他就 人家不可以 賣娜 賣娜 人家不可以 賣娜 所以在這邊的人 他們自己的父母 其實沒有辦法照顧他們 所以就把 或他們家人沒有辦法照顧 所以就把 這些老人家或小朋友 送到這個機構來 嗯 那你自己是在哪裡工作 你是在 照顧阿公還是阿嬤 我在內湖工作 是在人家家裡還是在 在人家家裡 對 那你看到這個有沒有什麼 想法嗎 就跟我們的在家家是不一樣的 他們工作比較辛苦 跟對 我們是還好比較輕鬆 他們資人比較 比較那個 好像壓力比較大 因為他的資人比較大 跟我們是還好 我們就比較幸運 對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要跟台灣的 印尼朋友講 還有跟台灣的 台灣人講 有沒有什麼話要跟大家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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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欠缓 金 你不不啊 你是不要 我不要 你不不 小梁 我慢 我懂 我放 我怕 我放 多久,多久,多久 這裡是大樓的酒店 大樓的酒店 他朋友到照光了 你要不要跟他們去啊? 這裡剩你一個人耶 這裡剩你一個人耶 沒有,我有東姐姐 哦,好啦 謝謝,他剛才就是說 那,就是在台灣的這些姐妹們 你們要 好好負起自己來這邊工作的責任 不要只是來這裡玩玩而已 對,所以 就是,大家都是出外人 就是要好好的做好自己的本分 哦 好,我們休息一下 好,我們休息一下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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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哪个小时? 哪个小时? 这姐姐可以念啊 可以帮我们念这个 念什么? bacca, satu jereben, atau poesie 那个gita seara langsung 哦,你懂? 对 哈哈哈 还有 我可以 学习朋友们来过Indonesia 哈哈哈 但是,没有乐园子 但是,没有乐园子 有语子吗? 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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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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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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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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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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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